各位讀者大家好,我是Engage中文版的Joseph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Sony之前已經在全球發表的Speria Z 它今天登上台灣 那我們看到手機的部分 它的螢幕採用的是4.6吋的720P螢幕 那我們可以看到可視角 比起之前好像有一些進步 就是泛白的情況 目前看來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嚴重 那麼對面部分呢 它是採用一個霧面的設計 那比較有趣的是它這個是有四種顏色 有紅色、綠色、黑色跟白色 上面是1300萬畫素的相機 那麼主要的邊框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是跟Xperia Z 是有相同的設計的一個在中心點的電源鍵 我們比較喜歡的是它這邊已經加入了一個 實體的快門按鈕 那麼在邊框的這個飾條上面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紅色的部分 它是使用一個比較像霧面 霧亮面的材質 但是呢像白色的部分呢 就是有一個法斯紋的材質 那此外呢 這款手機雖然它也是具有IP58的這個防水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拆開背蓋之後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2300毫安培的電池 那在背蓋部分呢 除了中間的這個黑色的是NFC的感應的天線之外 旁邊還有一圈的非常厚實的一個防水的電圈 那這個防水電圈比之前的Xperia C系列的防水系列的電圈都還來得厚實 那我們覺得還蠻放心不少的 那接下來呢 它的背蓋的卡口 也是做得比較理念 基本上你在打開的時候 應該會剪定一些弄斷的可能性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個是SIM卡的插槽 那我們回到介面的連接部分呢 它的上面採用的是一個3.5的耳機的連接口 那同樣一樣它也是有 具有防水箱栓塞的 那旁邊呢 則有一個MicroUSB的連接布 那基本上這台是沒有辦法使用MicroUSB的過程 那在軟體部分呢 它採用的是Android 4.2.1 那它的硬體部分使用的是Dragon 8064 4核心的處理器 基本上都是跟Xperia Z是一樣的 那介面上面呢 跟Sony傳統的UI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這樣子的方式 它在操控的速度方面呢 也都蠻流暢的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動手玩 這次是